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個器皿 是一個小喇叭的形狀 這個是我先生做的作品 這個作品是2013年 我們耶魯大學的校友會 我們在鷹哥帶了一群人本基金會支點計畫的小朋友們 我們帶著他們去一起做討 我們那個時候參與的人蠻多的 有大概將近100位 他甚至還上了全世界耶魯大學的這個活動 公益活動的封面 他們就對於說台灣第一個有這個討逸印象很深刻 然後又有這麼多小朋友一起參與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的這個工藝還有文化的傳承的活動 非常有意義 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參與鷹哥陶瓷博物館所舉辦的換氣計畫 那希望我們的生活呢跟陶器有更多的連結